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遙 我們現在來打步數限制的部分了 那一樣帶大家用定真式初號機 那這邊也是全EVA配置 龍哥你要帶什麼基本上都可以啦 你如果覺得對轉珠沒有把握 就是多帶一點刀子 讓他延秒也是OK 第一關這邊洗個一回合 然後我們轉六康 六康就是去轉六直行就可以了 好 好 再來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會讓你轉珠減2秒98回合 然後他會附上電擊 我們這邊場上剛好卡著暗 莫名其妙 好 你可以在這邊洗技能啦 但是我是不建議 因為下一關會更好洗 其實 OK 結果我自己也沒有帶走啦 來這邊的話就直接再去轉 好 下一關是要消20顆水 在那邊洗其實會相對比較好一點點 好 這邊帶走了 來 接著第三關 20顆水 這個我們先給他插兩旁下去 他又有跳耶 好啦 那個運氣的我們就不開第二次了 好來 這邊AT立場都還會先幫你擋 所以其實不用太擔心 好 這邊還差7顆 來 這邊 等一下喔 7顆 我想想 好 AT立場先恢復 這麼好 好來 變身給他催蕊 這邊另一隻針釋先不要變身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為什麼 低調使用 不能說的秘密 這樣子 好來 下一關這個是 手消多種減傷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把水 集中到中間 然後剩下用碟的 這樣就好了 好 好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第四關 手消泉水跟泉心 這邊我們一樣去 手轉 哎呀 可惜 好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第五關 來 無屬 這邊先解鎖 然後開阿湘的變身 然後無視他 喔 這樣等下 老婆又要死在那邊了 好難過 其實很不喜歡帶阿湘出來就是這樣 帶出來也不想變身 不然他就會躺在那邊 OK 這邊直接無視掉了 來 再來第六關 這邊一樣繼續用我們的阿湘 死前多做一點貢獻吧 OK 這邊有血弱70% 以下他會狂暴 所以就是盡量把傷害吹高一點 齁 再來就來到王關啦 王一其實很危險 所以 小心處理阿 來 這邊我們先開 真式的變身下去 不是 不是變身 技衣啦 這個 開下去 好 然後我們再開一隻主薰 這樣子 讓他浮屍變成三消 阿我們記得不要自己腦衝去那個喔 燒到喔 就一切交給真式去無視就好了 好 這樣子無視拼圖就帶走喔 來 接著 不能說的秘密要跟大家講一下了 呃 反正就 低調使用啦 好不好 來 這邊給他開下去 然後你一變身 他那個雷射會沒氣 然後指定手銷七康 來 我們把這個翅膀給他開下去 好 其實這個還可以開耶 哇 這邊我們只要調換其中一組 這樣子就有七康了 好 我們再把龍克吹下去 因為對面有那個電擊盾吼 你沒有電到他你的傷害就是剩10% 所以這邊一樣就是傷害給他吹到最大最滿 所以我們開龍克來保險一下下吼 好 去吧 以上就是定真式出號機 A把配置給大家做參考 通關回合限制 我還用不到500部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